也就是說你不能自己去來路不明 或者是網路上隨便傳購 因為有時候你在去call的狀況底下 會造成更大的破壞 那有些甚至會有些感染的問題 毛孔甲化症呢 它基本上還是一個先天的 遺傳性遺然色體顯性遺傳的一個疾病 也就是說很多時候你有這個問題 其實你回溯一下 你會發現你的爸爸媽媽 可能其中一方也是有同樣這個問題的 那這個其實非常常見 那它常見的位置的話 像是我們的手臂 就上臂的外側 然後還有你大腿的外側跟前側 有一些很粗糙的一些腳趾顆粒 那有的時候到夏天的時候 如果流汗很多 那或者說你會癢 想要去抓它的時候 就會有點泛紅 看起來有時候會跟毛孔眼有一點難區分 那甚至有一些人 他除了手臂跟大腿之外 他還會出現在臉的兩家 就是很大片的泛紅 然後有一些大小很均勻的一些角質 的一些分布 這些其實也都是毛孔角化的一種色 一般來說它出現的話 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在海桶的時候就出現 那另外一半是在清新洗的時候開始出現 隨著你的年紀呢 它是會慢慢的改善的 就成年之後它會稍微比較不那麼紅 不那麼多 但是你說你希望你外側的這個手臂的肌膚 有一天可以變得跟內側手臂肌膚一樣的 那麼嫩的話其實還是有困難 因為它就是一個天天的問題 我們能做的盡量其實好好的去保養它 然後控制它讓它狀況變好 首先呢針對毛孔角化症要為大家破解 第一個迷思呢就是除毛是不是就可以根治它呢 基本上不是的 毛孔角化症呢還是角質的問題 也就是說這一根毛孔長出來 在毛孔附近的角質呢是有問題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要先解決角質的問題 除毛本身還是一個輔助性的治療 那有些人呢針對毛髮的部分呢 有一些黑黑的點點想要去摳它 把它拔出來其實要很小心 因為有時候你在去摳的狀況底下 會造成更大的破壞 那有些甚至會有些感染的問題 或者說有的時候拔一拔還倒叉 這些的話都是要非常小心的 一般來說如果你的皮膚是健康 狀況是穩定的話呢 其實很多方式處理下來 是不大會沒事就沒事 但是我們因為這皮膚殼 常常會見到有時候拔毛拔一拔 就倒叉 或是感染 然後你剃毛剃一剃之後 越剃越粗 然後用貼布貼一貼之後就破皮 或者說蜜蜡除毛對蜜蜡過敏 那甚至有的時候除毛蕾色 如果你能量太高 或者說你的皮膚太薄 都有可能有水泡 所以基本上在處理上面呢 還是請大家要特別小心 尤其是有毛囊腳化症的朋友的話呢 皮膚相對也是比較脆弱 大家破解第二個迷思呢 就是是不是一直頻繁的去腳趾 就可以去根除毛狂腳化症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去做一個代謝腳趾呢 一般來說有兩個動作 一個是物理性的 一個是化學性的 物理性的部分就是 像是我們去PO啊 或者是手動去移除它 那或是用磨砂膏 或者是洗身體的刷子 這些都是比較偏物理性的 但是要很小心 它有的時候磨一磨 反而會讓皮膚受傷 甚至會產生色素沉澱的部分 所以呢 不能亂摳 也不能亂破壞它 那另外一個就是化學性的去 代謝腳趾 那一般就是用一些酸類 像是A酸啊 或是果酸類的產品 但是也要非常的小心 就是居家的部分呢 我們買到的產品 它的酸度也不能太高 那也用的次數不要太平坦 不然皮膚也會受傷 首先呢大家有一個觀念 就是有關果酸的產品呢 其實有分居家型的 跟醫療院所型的 居家型的果酸呢 基本上我們在市面上買的到呢 濃度大概呢 都是在30%以下 那酸鹼度呢 基本上都是大於3.5% 也就是說你不能自己去 來路不明 或者是網路上隨便團購 如果不小心買到太酸的東西 有時候會破壞你的皮膚 那水洋酸的部分呢 它是有命運規定值呢 是2%以下 那如果是針對你的大腿啊 手臂的話 買2%的乳液是OK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醫療院所的部分呢 來到我們的診所 或是醫院做果酸患膚的部分 那這個因為有在醫師的一個 監督底下執行 所以我們的酸類的部分 果酸的話 它的濃度呢 是可以在30到70中間 那酸鹼度也可以是小於3.5% 那水洋酸患膚的部分 如果是在醫療院所的話 基本上是10% 20%都是可以使用的 像我們使用酸類產品 在代謝或是調理角質的部分 外用A酸 就是醫生給你的外用A酸呢 基本上還是建議是晚上 就是你洗完澡之後 擦完乳液之前或是之後 使用 今天還是晚上的時候使用 但是果酸的產品相對 它的限制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它比較不會有一些 被日光影響的狀況 所以其實早晚就一次是OK的 像毛孔腳化症跟痘痘要怎麼去區分的話 毛孔腳化症在我們的手臂啊 大腿啊 或是有時候在臉上 它其實你會注意到 它是大小都很均衣的那些 顆粒角質 毛孔腳化症 合併有異味性脂肌膚炎 或是說有魚鱗腺的部分 所以是比較乾性的膚質 但是像痘痘的話 在我們臉上的話 你會發現它有不同的事情 又有粉刺啊 又可能一些紅豆啊 甚至有些濃泡 另外的話 痘痘肌的人相對是比較油性脂肌 所以從這些地方 還是可以做一些判斷跟區別 針對毛孔腳化症呢 去做一個保養的話 有兩個很大的重點 第一個呢 就是要保濕 那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要去自己角質的調理 那在保濕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會用一些保濕乳液 或是一些含有尿素的成分 醫師有時候也會開一些 含尿素的藥膏 去做一個保濕部分 那在角質調理的部分的話呢 醫師會開餘 外用的A酸是一個 那另外的話 就是剛剛提到的 果酸的部分 不管你是居家的果酸 水洋酸 或是說你來醫療院所 所做的這個果酸 跟水洋酸的患膚 那如果是比較治療的部分 來到醫療院所治療的部分的話 當然酸類患膚是一個 像是雷射 或是脈衝光的部分 那我們就會針對 除毛的一個部分去進行 讓他的毛髮呢 不要鼓塞得太厲害 然後還有一些紅腫的部分 有一些血管雷射 或是脈衝光的 紅腫的波段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 色素沉澱的部分呢 都是可以利用雷射 或是脈衝光去 進行一個輔助性的治療 雷射的話 像脈衝光或是淨膚雷射 其實以前比較常做的 就是如果你要輔助性 除了你保養完之後 想要再更進階的話 是可以用淨膚 但是其實現在就是皮秒的部分 他也是有淨膚的模式 他的波段一樣是1064的 這個波段可以處理 只是他是更進階的 這個皮秒的模式下去做的一種 最後跟大家提到的毛孔小化症 我們平常到底要怎麼樣 照顧自己做一個日常的保養呢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要溫和的清潔 就是說你使用的水的溫度 不要太熱 然後另外不要用太多的肥皂 或是清潔劑 去一直覺得好像洗不乾淨 想要把它洗得很乾淨這樣 那另外有的人 會用一些洗身體的刷子 或什麼部類去破壞他 摳他這些都不能做 溫和清潔之後呢 就是要進行保養 那保養的部分就是 像剛剛提到的保濕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去買一些 果酸的乳液或水涼酸的乳液呢 去進行絞質的一個調理 大概就是在清潔跟保濕的部分 是你平常必須要努力去做的 而且是要養成一個習慣 因為這個基本上就是會 陪伴著我們好一陣子 但是當然隨著年紀會慢慢改善 好好的去保養呢 還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是臉上的那種分型的話 男生還是比女生比越來得高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